我是依晨,純原生态的創始人 银耳滋晕润肺 今天我用银耳做两个滋补甜品 银耳洞和银耳根 首先将银耳放入冷水里 浸泡一个晚上,将银耳充分泡发 做之前将它撕成指甲盖大小的小片 这样可以更容易煮出胶质 先来做一个银耳洞 锅中倒水,放入丝好的银耳 水与银耳的比例要大于3比1 开大火煮开 再调中小火慢炖 煮到汤汁开始变得粘稠 加些冰糖关火 放入寒天粉,搅拌均匀 冷却后冷藏两个小时就可以了 加些石令水果点缀 就是一道非常清爽的小甜品了 接下来做一个桂圆银耳莲子根 将莲子在冷水中泡发两个小时 锅中倒水 放入银耳和莲子 煮开后调小火 煮约30分钟的样子 莲子差不多熟了 放入桂圆和枸杞 再煮5-10分钟就可以关火了 加一点冰糖调味 桂圆银耳莲子根也就完成了 银耳是可以跟燕窝媲美的一个食材 但是相对于价格来讲它会更平价 通常是我会建议大家早上起来空腹吃它 或者是晚上临睡前吃它 因为它也有安神的效果 很多时候大家会讨论说 为什么我的甜汤煮出来的不够酥烂 或者是不够好吃 可能是你的冰糖放早了 关火再加冰糖 冰糖只是起到调味的作用 银耳其实应该来讲是老潇皆宜的一个食材 但是它还是有不太适宜吃的人群 比如说这个当下你有在吃人参 或者是荒奇的话 可能就不太适合吃银耳 因为它们之间的功效可能有一些的相冲 还有一点就是银耳是不能隔夜吃 因为当它隔夜的时候 会大量的释放压消酸炎 这个对你的身体是非常有害的 剪辣掉 不是这一是银耳的银耳的银挤 Witch